啊 啊 啊 手振動的姿勢 正在 朴槿惠總統 車門正在開門 朴槿惠總統 車門正在下降的姿勢 直接看著 臉上滿是笑容 親切的和支持群眾點頭 南韓前總統普警惠 被彈劾下台兩天後 終於現身 普警惠被彈劾後 一直沒有出面談話 也沒有發表聲明 只默默呆在青蛙台內 外界捧擊他默不吭聲 放任支持者抗議失控 要他負責有尊嚴的下台 不過稍早就有消息 指出普警惠會在12號晚間 回到首爾家中 從昨天開始 大批媒體和挺服群眾 就駐守在關頂和他的老家 警方也派出超過800名的警力為安 直到台灣時間 晚間6點多 普警惠的坐車 終於離開青蛙台 前往三成洞 南韓媒體更是一路跟拍 緊緊追著車隊 晚間7點 普警惠回到老家 大批民眾夾到歡迎 他下車時臉上表情輕鬆 並和支持者握手致意 他的發言人 隨後發表聲明 指不僅會對沒有堅持 總統使命到最後感到抱歉 還說相信真相會水落石出 而就在車隊出發那一刻 他4年又14天的青蛙台生涯 也正式宣告結束 國際中心綜合外電報道